對同事太有好奇心 我想他可能問了太多 關於別人的隱私的問題 譬如說其中一個 太有好奇心是問說 正大哥你一集主持費多少 問別人的薪水的件事 我不是不講 我講出來就遮羞費 所以就不講 我覺得問薪水是犯了大忌 這個就是太有好奇心了 你已經一個月多少 對 這個不能問 或是說你有沒有男朋友 你有沒有女朋友 你有沒有男朋友 那這些問人家隱私的問題 我覺得也是犯了大忌 所以他說對同事太有好奇心 我覺得問薪水是很有可能的 對 問薪水 而且這可能就是他要被離開的原因 因為同事可能會覺得他太八卦了 然後老闆他都還問說 你跟佩真有沒有關係 你覺得這樣的人可以留在公司嗎 我覺得他搞不好去打聽老闆的事 對 有可能 就犯了大忌 王老闆現在第幾次結婚 所以這個是正公還是小三 對 我們其實以前這種事情 會偷偷問是沒錯 那你就是不要被發現 因為如果真的是秘書 偷偷問才九天就問了 我覺得就是一杯吧 應該要混久一點再 對不對 至少你要上班十天吧 因為 我跟你說 我可以開玩笑 我們以前 九天跟十天的差別 我們以前真的在接董事 因為我以前就是做翻譯 然後我們高級 我們在董事長來吃飯的時候 我們自己就是要不著聲色的 搞清楚這是正公 還是女朋友 還是小三 還是小四 還是小五 然後每次來說要辨識 上次來的跟這次的不一樣 你不要說你上次來的時候 帶的是不同一個 我覺得也有可能 這個總經理他其實有這種事情 但是你要問的時候 你怎麼會是第九天就問 他說總經理的夫人 跟上次那個是不是同一個 你這問出來 你就拜拜了 我覺得滿有可能的 我們老闆看起來那麼老 為什麼他老婆那麼年輕 就像這種 這個就完蛋了 或是說 像是總經理 帶來那個女生是誰 這是怎麼帶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就是 總經理的女兒嗎 很漂亮 那是小三 你問了不該問的話 那其實對他來說 就是犯了非常大的大禁 你太好奇心了 說怎麼會這樣 可是老實講 我真的內心很好奇怎麼辦 先憋著 混住一點 這好過三個月再問 三個月後 像懷孕一樣 自用其滿 對 因為自用其滿 他不能隨便把你 對 那因為我也覺得 因為他九天會不會被寫這些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如果是在我任職 從以前到現在的公司 有來一個禮拜的 我們真的覺得他不適合 就大家也不用勉強 就會直接跟他講 我覺得你的工作能力 真的沒有辦法符合這個職務 我也沒有時間教你 那你有兩條路可以選 第一個就是自己辭職 那第二個就是公司可以給你一筆 他也不能叫遣散費 就是你的這個禮拜的薪水 我會 我會 不過我講實在話 有時候真的也不是說 想要自己展現八卦 其實公司的那些人 人跟人之間的那個關係 錯綜複雜 其實也要趕快搞清楚 誰跟誰好 誰跟誰不好 要分得很清楚 小圈圈 不然會踩地 是啦 小圈圈 但我要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公司想要叫你走 是不用理由的 因為這是後來修的 我們以前其實是 你好像很難請同事離職 對不對 現在的公司只要付資遣費 他就可以請你走 對啊 不用理由 不用理由了 然後呢 但是你就是 預告薪資要給 然後遣散費要給 然後你的非資源離職書上面 它會有寫嗎 你為什麼不要這個人 有一個第五項第二款 它就寫能力不符合公司需求 你自己假的怕死啊 對 所以你說你要去申訴 其實是沒有什麼辦法 但公司該給你的錢要給 那我們背之前的時候 什麼文件是一定要帶 一定要有 就是那張非資源離職書 你一定要拿到有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 非資源離職書為何重要 因為它就是可以讓你去 跟那個勞工局那邊 就是說我被資遣了 請國家給我這段時間 失業時候的錢 它可以領六個月 然後是領你薪水 投保的六成 然後這個很重要是因為 投保六成 一般來講投保 它有四萬多是不是 四萬二最高 對 四萬二最高 但有的公司 譬如說我可能給你四萬二薪水 但是我為了要省我的費用 它保值給你保兩萬八 你一定要小心這種事 因為如果它保兩萬八 你到時候是兩萬八的六成 你就算是啦 所以它你一定要去看你的紀錄是 公司給你四萬二薪水 就一定要保你四萬二 要不然你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包含你的勞保 你出事情的時候的那補貼 全部都會用低的薪水 假定它幫你保兩萬八好了啦 那就是一六八零零 就是兩個 剛剛六個月 差不多十萬塊左右 對 但那六個月 其實這樣子也補一下你的 你就找到工作之前 而且呢 如果你提早找到工作 它會給你獎金 都是政府給的 所以老闆也不用害怕你去給那張 非資源理直書 公司會虧 沒有 那個是我們納稅的時候 勞保的錢去貼的這一份 對 然後它會有職訊什麼 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這種事情 兩個東西要 那政府 如果你找到工作 政府給你多少獎金 它就是例如說我在 我總共可以領半年對不對 然後我在第二個月 我就找到工作 我是不是後面 其實還有四個月可以領 對 它就沒關係你去上班 你領那邊的薪水 我再給你四個月裡面的一半 給你兩個月當你的獎金 就是那個政府的那個失業救濟 還可以再給你 但是一半就對了 對 本來是你如果沒有投入 要給你四個月 但是你現在有投入 公司 你上班順順順順 這四個月你不領 我給你兩個月 如果這樣我們可以 經常來公司叫人家資金 想說你要失業救濟金 我不騙你喔 真的有一種東西叫老保障 他們就會這樣子做 他就故意來 然後擺爛 然後就跟你說 找麻煩 對對對 那要不然你資錢我好了 然後就叫你簽 還有一種是假裝來找工作 因為其實你要領那個 老保就業津貼 你其實要去找工錢 對 然後他不想找 他就是想要去領那個錢 所以他就故意 例如說我去宏偉那裡 然後我就是不想要宏偉錄用我 結果宏偉還錄用我 我只好就一直擺爛 一直擺爛 然後最後我就可以 再趕快去跟政府說 你看我沒有工作 趕快給我那一個月的錢 真的還是有這種人 非自願離職書 很重要 對 好 那次請教一下 這個宜君 我們剛剛講到說 關西網 聽說你在那邊 要看牙醫很難 對啊 其實就是 我覺得關西這種東西 他其實不只是職場 人際你在一個城市裡 跟這個城市仇不熟 像你剛剛說 搬回台南 然後認識哪裡 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如果到 異鄉去的話 甚至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我牙齒痛 我是約不到牙醫的 那其實因為那邊的醫療 牙齒痛很痛 超痛 沒辦法睡覺 對啊 咳咳叫對不對 他很懂 病病咳咳叫 一顆心驗 丟一下 丟一下丟一下 對嗎 然後就是 臭痛 他們那裡的醫療 是很難約的 像我房東跟我說 他們約洗牙藥 兩個月還三個月 就是他們 洗個牙藥約三個月 對 就是他們 那沒水嗎 對 我自己好睡 就是他 我有問我的同學 我就說是因為 是外國人才會變成這樣 然後他們說不是 他們自己也是 他說他們的 好像法國有幾年 開始把那個醫生考試的 標準提得非常高 然後就是大家都考不上 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都 現在都蠻難約 所以在歐洲當牙醫 牙醫很少 我不知道別的國家 因為像 那就到波蘭去讀嘛 這也很可惜 但是我沒有 波蘭應該蠻多的 波蘭應該 就是不是每一個國家 都這麼難約 那所以就是 我那時候是牙齒已經很痛 我怎麼找都找不到牙醫 就是他們 牙醫約是用那個一個APP 就跟你打疫苗 是用同一個APP 然後我就上去 怎麼約都約不到 而且他有一半以上的牙醫 他都說他不收新課 為什麼 因為他舊的已經收不完 他就不收新課這樣子 所以其實像我的室友 那時候我有個台灣室友 他的男朋友是法國人 他們換個城市工作 就也找不到了 要收的話就不可以破杯 那怎麼辦 就是要拜託人家收你 然後所以那時候是 我的房東剛好問我 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介紹我一個牙醫 因為我約不到 他說你很緊急嗎 我就說已經通到 沒辦法睡覺 然後他才幫我打電話 給他的牙醫 那他們的牙醫其實就是 那個牙醫就是看他們全家 你知道 就是 有點家庭意識的味道 就是他們可能只能找那個 我也不清楚 然後後來那個牙醫就跟我約 就是隔天而已 結果我去了才發現 那是人家中午休息 他不休息 收我 他都沒有看 他們沒有看 空 掛錢 有健保 也沒有說很貴 就比台灣貴一些這樣子 那你牙齒是痛到受不了 那每個人都 我現在牙齒痛到受不了 其實沒有很痛 很痛 其實我 不是 我知道啦 你小狗狗 人家高義 你說人家 很開心 聽不懂 人家高義 你聽不懂 你是因為痛到受不了 所以才緊急請朋友幫你聯絡 可是我們剛開始痛的時候 他對人生的時候 鄭大哥就會先去講話 鄭大哥就是我受不了 不是 你去了之後 他們的那種 他不像我們這種 我是不知道別人 因為我只看了這個牙醫 那我們台灣牙醫很溫柔 那邊不是 他那時候我已經痛到 他反正他就幫我弄一弄 然後填起來 然後他跟我說 你現在之後不會再痛了 我回去又痛了三天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會這樣 我發現是他很粗魯 我這邊是瘀情的 你知道因為他很趕 他就是午休的時候收我 然後他看到你的狀況 可能很嚴重 然後又要怎麼樣 然後再補起來 他時間根本不夠 因為你打麻醉 你沒有感覺 可是你可以知道 他可能很大力 對 然後他說你不會痛 回去又痛了三天 然後發現不是牙齒痛 是臉頰 破癡了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一點點痛就去啦 會更痛 好難喔 在臺灣才可以 他們都好溫柔的 那如果是其他的 比較大的病呢 也是難嗎 要看急診了 他們都說 其實後來都跑急診室 掛急診 就是我的同學都這樣跟我講 他們都這樣講 所以你顯然是愛情重於牙痛 什麼意思 就是才會留在那裡 對啊 所以有人要收留我 你知道臺灣的牙醫溫柔到 你知道嗎 對 溫柔到 女病患會親牙醫 想要親上去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不是都要放眼鏡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難溝通喔